一地女友某天惊喜来电 说她电脑很卡 让你立刻马上过来看看 远在他乡的你 一番沟通后发现 这系统怕不是掉进了流氓软件窝 巡视者与其慢慢扇软件 清理残留文件 不如一步到位重装个系统 但在手机里远程只会妹子装系统 这话头来了都得直摇头 所以今天 我自己来教你 通过远程协助的方式 给你的妹子再先安装系统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实际上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ToDesk 远程协助软件 这是一切的基础 一台被控断电脑 一台控制断电脑 EZRC 以及一个Windows镜像 如果系统已经进不去 还需要准备一个U盘 软叠通 雷电PE 和雷电PE外置扩展工具 事实上 ToDesk也是支持用手机控制电脑 手机之间互相控制的 这里 我就用电脑控制与备控来做演示了 那么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转完之后 接下来来说说第一种情况 系统还冷进入 在这种情况下 冷进系统 只是很卡 那我们需要先让妹子 打开备控电脑 并进入系统 事实上你仍需要让它在备控电脑上下载 ToDesk软件安装 并登录上你的账号 设置好密码和开机日期 ToDesk在后台挂着的时候 内存占用非常小 并且也没有广告弹窗 很安静 接下来我们打开控制端电脑 运行ToDesk 在左侧的设备列表里 找到备控电脑 输入备控端密码 点击确定 就能看到备控电脑的桌面了 点击上面的ToDesk图标 选择文件传输 找到控制端电脑上的 EzRC和系统镜像 然后选择备控端电脑的 肥系统盘 里有D盘 点击发送 等待下边的进度条跑完 系统和软件就准备好了 关闭文件传输窗口 打开备控电脑的支援管理器 把C盘里的重要资料 全部备份到D盘 里有桌面上的文件 就要在D盘找到 我们刚刚发送的 EzRC文件夹打开 找到EzRC v3.1xc运行 可以看到上方 已经自动识别到了 文实的镜像 但你要是不放心 也是可以自己选一下的 中间是安装位置 默认是C盘 下边可以选一下文件传输版本 原版镜像 一般会包含多个版本 点击开始安装 弹出的框确定一下 然后就是一段系统安装过程 EzRC会自动下载FirePE 然后进入PE 安装系统 最后自动完成安装 并进入文件传输桌面 全程都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 但从第一次重启开始 你的2Disk就会断开连接 不过不用担心 EzRC这玩意儿 比CMZ prep稳定多了 所以基本不会出差差字 那么到这里 远程系统重装就完成了 再来说第二种情况 系统已经进不去了 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PEU盘了 但让妹子去制作一个启动U盘 显然不是特别可行 所以需要我们提前制作好 并给到它 以雷电PE为例 将U盘插入电脑 打开软叠通 在下面的框框里 找到雷电PE的ISO镜像打开 接着点击上方启动 写入硬盘镜像 弹出框框点击启入 确认一下 等它距离还跑完 雷电PE就写入成功了 接着我们将PE2文件夹复制 然后粘贴到U盘根目录 重启电脑 按DEL键 进入BIOS 在启动悬样里 把U盘调整至启动向第一位 注意 每个品牌主板的启动向设置方法 都会有点不一样 也可以通过搜索 主板品牌 叫U盘启动设置方法 来获取自己主板的设置方法 这里MOS是使用的虚拟机 设置完成后 你就获得了一个 开机自动启动 ToDesk的PEU盘 啊 没错 这个PE 我已经帮你们盖好了 它会自动启动 ToDesk 只需要插入电脑开机 就能启动急救系统 不插U盘 就正常使用 远程连接后 你就能操控PE 安装系统了 那这里 就和前面用EARC装系统 不走一样了 其实在研究远程装机的时候 我发现ToDesk除了远程装机 电脑控制电脑外 还有很多其他用处 首先是可以帮助在异地的父母 或对象 远程手机操作手机 清除垃圾软件 搞定复杂的系统设置 甚至是查看一些 有安全风险的群料 其次 出门临时应个急 可以使用手机直接远程操作电脑 剪个视频 敲敲代码 码码字 都没啥问题 远程操作延迟非常低 在手机上远程玩电脑游戏 也没问题 而且还能把虚拟按键 给映射到手机屏幕上 游戏远程挂机用这个 上班的时候 在手机上摸摸鱼 刷刷任务 就很美 吱吱了 别说是我教你的啊 甚至 它还能让你的手机或是平板 变成电脑的扩展屏幕 爽屏幕办公 简直不要太爽 那么到这里 通过远程协助来重装系统 就讲的差不多了 其实用一个良好的电脑使用习惯 才是杜绝系统卡顿的根本 但这几十年 科技的进步速度 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没这么的感兴趣 咱们就只能自己多这点心了 要说现在的远程控制软件 其实还挺多的 你用任意一款 都能实现上面这些操作 但就我个人而言 还是更喜欢用2disc一些 因为它的界面看着比较简单 也没有弹窗广告 还能在屁里运行 这就够了 来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二芝 我们下期视频见